高祖是沛县丰义中阳礼人,姓刘氏,自济 他的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敖 早先刘敖曾在大湖的岸边休息,在梦里和水神相遇 当时电闪雷鸣,天色昏暗,太公前去查看 就发现一条蛟龙趴在刘敖身上 不久他就怀有身孕,于是生下了高祖 高祖的相貌,有着挺拔的鼻梁和丰满的额头 留着漂亮的胡须,左大腿长着72颗黑纸 他人后爱人,喜欢施舍,胸襟广阔 他时常有远大的抱负,不愿从事普通百姓的生产劳作 等到壮年之时,被适用做过小力,担任四水亭长 亭中的官吏没有人不和他熟识 他喜好饮酒和女色,他经常到王敖 五夫的酒丝奢酒,醉了就躺下 五夫,王敖看到他的上方经常有一条龙,感到奇怪 高祖每次来到酒丝中喝酒 酒的销量都要比平时多出几倍 等到他们发掘了这些奇怪的现象 年终的时候,这两家酒寺经常毁掉债券免除他的酒钱 高祖曾经前往咸阳去扶摇义 随意观看,见到秦始皇帝 就长叹一声说 哎,大丈夫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禅妇人女工和佩县令关系很好 为躲避仇家而投奔县令做宾客 就迁居到佩县 佩县的豪杰和官吏 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都前往道合 肖和是主力,负责接收礼物 他对各位贵客说 敬献的礼钱不到一千钱的 坐在堂下高祖担任亭长 一向看不起重官吏 就欺骗性地在明帖上写贺礼一万钱 实际上他没有贷一个钱 明帖递进去后 旅工很惊讶 起身到门口去迎接 旅工这个人喜好为人相面 见到高祖的相貌 就非常敬重他,带他到堂上坐下 肖和说 刘继向来爱说大话 很少做成是高祖婴儿戏弄堂上重宾客 就自己做到上座 毫不谦让 酒席结束 旅工趁机识眼色要求高祖留下来 高祖喝完酒 故意最后走 旅工说 我年轻的时候就喜好为人相面 看过的人也有很多了 没有像你刘继这样的 希望你能自重 我有个亲生女儿 愿意许沛给你做个打扫屋子的妻妾 酒席散后 吕咬生气地对旅工说 您当初总是想让女儿与众不同 把她许沛给贵人 沛县令对您很好 求娶女儿却不答应 为什么擅自把她许沛给留记 旅工说 这不是妇孺之辈所能够理解的 最终她还是将女儿许沛给留记 旅工的女儿就是旅后 生下了校会弟 汝园公主 高祖做庭长时 经常请假回到田里 吕后和两个孩子在田里除草 有一个老人路过桃水喝 于是吕后请她吃了一顿饭 老人为吕后项面说 妇人是天下的贵人 吕后让她为两个孩子项面 老人见到校会弟 说 妇人能够富贵的原因 就在于这个孩子 她为鲁人公主项面 也说是富贵之人 老人离开以后 高祖恰好从旁边的屋子过来 吕后就说有客人路过这里 为母子项面后说 都是富贵之人 高祖就问老人在哪里 吕后说 还没有走远 高祖就追上去 询问老人 老人说 刚才看过夫人和孩子的面相 都像您一样富贵 您的面相富贵不可言说 高祖就到些说 真的像老人家所说的那样 我绝不会忘记恩德 等到高祖富贵以后 已经不知道老人在哪里 高祖担任庭长 就用竹皮制作官帽 命令求道前往薛县制作 他经常戴在头上 等到富贵时也经常戴着 就是人们所说的刘士官 高祖担任庭长时 为县里押送行徒前往立山 很多行徒在路上逃走了 他心里估计到立山时 就都逃光了 走到枫溢的沼泽 停下来饮酒 在夜里把他所押送的行徒 全部释放 高祖说 各位都走吧 从此以后我也不回去了 行徒里有十几个壮士 愿意跟随他 高祖带着酒意 在夜里静止穿过沼泽 让一个人在前面探路 走在前面探路的人 回来报告说 前方有一条大蛇挡在路上 我想回去高祖喝醉了 说壮士走路 怕什么 于是他上前 拔剑砍蛇 蛇就被砍成两段 道路通畅了 走了几里 高祖因为醉酒 就低躺下 后面的人走到大蛇出现的地方 见到一个老妇 在夜里哭泣 人们就问他 老妇说 有人杀死了我的儿子 因此我在这里哭 人们就说 老妇的儿子为什么被杀 老妇说 我的儿子 其实是白地的儿子 变化为蛇 挡在路上 今天被赤地的儿子 砍为两段 因此我在这里哭 人们都认为老妇不诚实 想要让他赤点苦头 老妇却忽然不见了 后面的人赶上来 高祖醒了 他们告诉高祖这些事 高祖心里暗自高兴 自以为了不起 众追随者越来越敬畏他 秦始皇帝经常说 东南方有天子之气 当时就寻游东方 来镇压那里的天子之气 高祖怀疑和自己有关 就逃走藏匿起来 隐居在芒荡山的胡泽 与岩石之间 吕后和别人一同寻找 总是能找到他 高祖感到奇怪 而问吕后原因 吕后说 你所在之处的上方 总有云气聚集 所以跟着云气走 就会找到你 高祖心里很高兴 沛县的子弟 有人听说了这件事 大多想要追随他 秦二世元年 前209年秋季 陈胜等人在齐县起兵 来到陈县后自立为王 号称张楚 很多郡县的百姓 杀死当地长官来响应陈舍 沛县令很害怕 想要在沛县起兵响应陈舍 主力萧和 御院曹参于是说 您担任秦朝的官吏 现在却想要背叛秦朝 率领沛县的子弟起兵 恐怕他们不会听从 希望您召回那些逃亡在外的人 能够得到几百人 利用他们来胁迫众人 众人不敢不听从 于是县令就命令凡快去召回刘继 刘继的不重已经有几十上百人了 这时凡快跟随刘继回来 沛县令后悔了 担心发生变故 就关闭城门防守 想要诛杀萧和 曹参 萧和 曹参很害怕 就翻越城墙投靠刘继自保 刘继在私博上写了一封信 摄入城中 告知沛县的父老说 天下人深受秦朝暴政的折磨 已经很久了 现在父老虽然为沛县令守城 但是诸侯都起兵反抗秦朝 就要屠戮沛县了 现在沛县的父老一起诛杀县令 选出可以担当首领的子弟 推举他 来响应诸侯 身家性命才能保全 否则 父子都会被屠杀 那时白宗命 父老就率领子弟 一起杀死了沛县令 打开城门迎进刘继 想要让他做沛县令 刘继说 天下正陷入混乱 诸侯都起兵反抗秦朝 现在选出的将领不称职 就一败涂地了 我不敢吝惜自己的性命 只怕自己才能浅薄 不能保全父兄子弟的性命 这是大事 希望另选一位合适的人 萧和 曹参等人都是文力 吝惜自己的性命 害怕事情不成功 过后秦朝会将他们灭族 都推举刘继 众父老都说 我们平时就常听说 刘继的那些奇异之事 刘继必当得到富贵 况且经过占卜 没有人比刘继更吉利 于是刘继多次谦让 众人都不敢担当 就推举刘继为佩公 众人在沛县关属的庭院 祭祀皇帝 是由 把生畜的血涂在古旗上 旗帜都染成红色 由于所杀的蛇是白帝之子 杀蛇的人是赤帝之子 因此崇尚红色 这时 沛县少年和有权势的官吏 如萧和 曹参 樊快等人都替佩公召集子弟 得到二三千人 一起攻打狐陵 方域 退守封义 秦二十二年前两百零八年 陈设的将领周章带领军队 向西来到溪水后防徽 燕 赵 齐 魏 都自立为王 像是在无地起兵 秦朝四川郡御史平率领士兵包围封义 过了两天 佩公出城与其交战 打败了秦军 佩公命令雍齿镇守封义 自己领兵前往薛县 四川郡守壮在薛县被打败 逃往七县 佩公的左司马 擒获四川郡守壮 将他杀死 佩公回军抗复 来到方域 没有作战 陈王派魏人周福 攻取土地 周福派人对雍齿说 封义 大量人曾迁徙到这里 现在魏帝已经平定几时做成义 你雍齿投降魏王 魏王就会封你为侯 来镇守封义 要是不投降 我就要屠戮封义雍齿 向来不情愿跟随佩公 等到魏国招降他 立即反叛魏国镇守封义 佩公领兵攻打封义 不能攻取 佩公生病了 返回佩县 佩公怨恨雍齿和封义的子弟背叛他 听说东阳宁军 秦家立井居为代理楚王 在刘县 就前去投靠他们 想要借兵去攻打封义 当时秦将张涵 追击陈王 别将司马申辟字 师二上下 率领士兵向北平定处地 屠戮向县来到荡县 东阳宁军 佩公领兵向西进发 与其在萧县以西交战 不能取胜 佩公回军收拢残兵 聚集在刘县 领兵攻打荡县 三天就攻占了荡县 他顺势收编了荡县的士兵 得到五六千人 攻打下翼 夺取那里 回军封义 佩公听说向良在薛县 就带着一百多名骑兵前去见他 向良增援士兵五千人 给佩公 绝位为武大夫的将领 有十人 佩公返回 领兵攻打封印 佩公跟随向良一个多月 项羽已经攻下乡城返回了 向良召集各路将领 来到薛县 听到陈王的确死了 就立楚国后代 楚怀王一孙雄心为楚王 并督虚台 向良自称五姓军 过了几个月 楚军向北进攻抗腹 远救东阿 打败秦军 其军返回齐国 楚军独自追击败军 派佩公 项羽另外率领军队 攻打成阳 屠戮那里 佩公 项羽驻扎在濮阳以东 和秦军交战 打败了敌人 秦军重新振作 坚守濮阳 以水环绕城池 楚军离去 转而攻打定逃 定逃没有攻下 佩公和项羽 向西攻取土地 到雍丘城下 和秦军交战 大破秦军 斩杀李游 回军攻打外皇 外皇没有攻下 项羽再次击败秦军 露出骄傲的神色 宋义劝谏 他不听 秦朝派兵增援张寒 在夜里偷袭项羽 在定逃大破项羽 项羽战死 佩公和项羽正在攻打沉流 听说项羽战死 就领兵与吕将军一同向东撤退 吕臣驻扎在彭城以东 项羽驻扎在彭城以西 佩公驻扎在荡县 张寒打败项羽的军队以后 就认为楚帝的军队不值得忧虑了 于是渡过黄河 向北攻打赵国 大败赵军 在这个时候 赵歇是赵王 秦将王黎把他围困在居禄城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河北之军 秦23年前207年 楚怀王剑项羽的军队战败 很害怕 迁离须台定都彭城 合并旅程 项羽的军队亲自率领 他任命佩公为荡郡长 封为武安侯 率领荡郡的士兵 封项羽为长安侯 号称鲁公 旅程担任司徒 他的父亲旅亲担任令 赵国屡次请求救援 怀王就任命宋义为上将军 任命项羽为次将 任命范增为末将 向北京发救援赵国 他命令佩公向西宫取土地进入关中 他和重将领约定 入关中的人在关中称王 在这个时候 秦军强大 经常乘胜追击败军 重将领没有人认为 陷入关中有地 只有项羽怨恨秦军 打败项羽的军队 心情激愤 愿意和佩公向西进入关中 怀王的众老将都说 项羽这个人凶悍残忍 项羽曾攻打湘城 湘城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都被坑杀 所到之处没有不被摧毁的 况且储君多次进兵攻取土地 此前陈王 项羽都失败了 不如另派一个宽厚的人 秉持正义向西进军 告语秦帝父老兄弟这些道理 秦帝的父老兄弟 被他们的君主折磨很久了 现在真能找到一个宽厚的人前去 不弃灵施暴 应该可以攻下关中 现在项羽十分凶悍 不能派他去 只有佩公一向是个宽厚的人 可以派他去 最后怀王没有答应项羽去 而是派佩公向西攻取土地 收拢陈王 项羽逃散的士兵 大军经过荡县抵达成阳 和杠里的秦军对垒 打败两支秦军 储君派兵攻打王黎 大破敌军 佩公领兵向西进发 在昌义遇到彭越 顺势和他一同进攻秦军 作战没有取胜 回军来到立县 遇到刚武侯 夺取他的军队 差不多有四千多人 两支军队合并 佩公和魏将黄兴 为司徒武仆的军队一起进攻昌义 昌义没有攻下 向西经过羔羊 立即负责看守城门 说 从这路过的将领有很多 我看佩公是个宽厚的大人物 于是他请求拜见 劝说佩公 佩公正插开腿坐在床上 让两个女子为他洗脚 立生没有下拜 只是拱手高举行礼 说 您一定想要诛灭无道的秦朝 就不应该插开腿 坐着接见长者 这时佩公站起来 整理衣装向他道歉 请他坐上坐 立即劝说佩公袭击陈流 得到秦朝囤积的粮食 佩公于是封立一击 为广野军 任命立商为将军 率领陈流的军队 与他一起攻打开封 开封没有攻下 佩公向西和秦将杨雄 在白马交战 又在区域以东交战 大破秦军 杨雄逃到行阳 秦二世派使者将他斩首示众 佩公向南进攻隐阳 屠戮那里 依靠张良终于攻下寒帝的还原关 在这个时候 赵国别将司马昂正要渡过黄河进入关中 佩公向北进攻平英 切断黄河渡口 向南进发 在洛阳以东交战 不能取胜 回军到阳城 集合军队中的战马和骑兵 与南洋军首乙在抽线以东交战 击败敌军 攻取南洋军的土地 南洋军首乙逃跑 退守到晚线 佩公领兵绕过晚线向西进发 张良劝谏说 佩公虽然想要尽快攻入关中 但是秦军人数还有很多 聚首险要地带 现在不攻下晚线 晚线从后面进攻 强大的秦军挡在前方 这是危险的做法 于是佩公就在夜里 领兵从另一条路返回 变换了旗帜 天快亮时 把晚线成为了三重 南洋军首想要自杀 他的门客陈辉说 等我回来再死 也不算晚 他就翻越城墙去见佩公 说 我听说你有约定 先进入咸阳的人 可以在关中称王 现在宁确留下围攻晚线 晚线 是大军的治所 相连的诚意有几十座 人口众多 积蓄充足 官吏和百姓都认为 投降一定会死 因此都登上城墙 顽强防守 现在您整天留在这里攻城 士族死伤的一定有很多 领兵离开晚线 晚线的军队 一定会跟在您的后面 您向前就不能履行 先入咸阳的约定 向后又有强大的晚线为祸患 我替您考虑 不如约请晚线守军投降 封赏南洋军首 顺便留他在这里守城 您率领他的士族向西进发 那些没有被攻下的诚意 听说这个消息 都会争相打开城门等您进城 您就能通行无所牵挂了 佩公说 好 于是他封南洋军首为英侯 封给陈辉一千户十亿 佩公领兵向西进发 没有不能攻下的诚意 抵达丹水 高五侯七塞 香侯亡灵在西陵投降 回军进攻胡杨 遇到藩军的别将梅宣 和他一起降服了西县 历县 佩公派位人宁昌 处使秦朝 使者没有回来 当时张寒已经率领全军 在赵帝向项羽投降了 当初 项羽和宋毅向北人救赵国 等到项羽杀死宋毅 取代他为上将军 众将领秦部等人都隶属于他 打败秦将王立的军队 降服张寒 诸侯都归附向南 等到赵高杀死秦二世之后 太人前来 想要约定在关中分地称王 佩公认为有诈 就采用张良的计策 太力声 陆甲前去劝说秦军将领 用力引诱他们 顺势袭击五官 将其攻破 又在蓝田以南和秦军交战 增设宜兵和旗帜 所有路过的地方 都不准掳掠 秦帝的百姓都很高兴 秦军因此瓦解 佩公趁机大破秦军 又在蓝田以北交战 大败秦军 佩公乘胜追击 终于打败秦军 汉元年 前206年10月 佩公的军队最终 先于各路诸侯到达坝上 秦王子英乘坐速车摆马 用丝绳系着脖子 封好皇帝应洗和服劫 再直到旁投降 众将领中 有的人建议诛杀秦王 佩公说 最初怀王派我来 本来就是因为我能宽容 况且人家已经投降了 还要杀掉人家 这样做不吉利 他就将秦王交给官吏 向西进入咸阳 佩公想要留在宫中歇息 繁快 张良劝谏 他才封存秦宫的 珍宝财物及府库 撤回坝上驻扎 佩公召集各县的父老 及豪杰说 各位父老 深受秦朝的严苛法令折磨 已经很久了 批评朝政的要灭族 相聚交谈的要气使 我和诸侯约定 先进入关中的人 在这里称王 我应当在关中称王 我和父老约法三章 杀人的处死 伤人和劫劣的 根据罪行来治罪 其余的秦朝法令 全部废除 众官吏和百姓 都像往常一样 安居乐业 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就是要为父老铲除祸害 不会有欺凌施暴的行为 不要害怕 况且我撤回坝上驻扎 只是要等诸侯前来 共同制定法令罢了 于是他派人和秦帝的官吏 巡视献相议 告语百姓 秦帝百姓十分高兴 争相送来牛羊九十 犒牢将士 佩公又推辞不接受 说仓库的粮食充足 不缺少食物 不想让你们破费 民众更加高兴 只怕佩公不做秦王 有人劝佩公说 秦帝的富足是天下的十倍 地形有优势 现在听说张寒已经投降项羽 项羽就封他为雍王 统治关中 现在他们就要过来 佩公恐怕无法保住这里了 应该赶快派兵守住寒谷关 不要让诸侯的军队进入 逐步蒸发关中的士兵来增强实力 抗拒他们 佩公认为他的建议很有道理 就采纳了 11月中旬 项羽果然率领诸侯的军队 向西进发 想要进入寒谷关 关门却紧闭 项羽听说佩公已经平定关中 非常生气 派秦部等人攻破寒谷关 12月中旬 项羽抵达汐水 佩公的左司马曹无商 听说项王很生气 想要进攻佩公 就派人对项羽说 佩公想要在关中称王 让紫英做丞相 把珍宝据为己有曹无商 想要借此求得封赏 亚父劝说项羽攻打佩公 项羽正在犒劳士族 打算第二天和佩公交战 当时项羽的兵力有40万 号称100万 佩公的兵力是10万 号称20万 兵力不能匹敌 正逢项伯想救张良 在夜里去见他 佩公趁机通过项伯 对项羽讲道理 项羽才作罢 佩公带着100多名骑兵 乘车来到鸿门 拜见项羽谢罪 项羽说 这是佩公的左司马曹无商 对我说的 否则 我怎会做这样的事呢 佩公由于繁快 张良的缘故 才得以脱身归来 回到军中 他立即诛杀了曹无商 项羽于是向西进发 突露焚烧咸阳城 和秦朝宫市 所经过的地方 没有不被摧毁的 秦帝的百姓非常失望 然而因为害怕项羽 只是不敢不服从霸 项羽派人回去报告怀王 怀王说 按照约定办 项羽怨恨怀王 不肯让他和佩公一同西进入关 却派他北上援救赵国 耽误了天下诸佛的约定 就说 怀王 这是我叔父项羽所立的罢了 没有功劳 凭什么能够主持约定呢 本来平定天下的 就是各位将领和我 于是他假意尊崇楚怀王为异地 其实并不服从他的命 正月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 统治梁帝 楚地的九个郡定都捧场 他为北约定 改立佩公为汉王 统治八 蜀 汉中 定都南政 关中一分为三 分给秦朝的三个降将 张涵为雍王 定都废丘 司马兴为赛王 定都岳阳 董毅为敌王 定都高姆 楚将辖丘人身扬为河南王 定都洛阳 赵将司马昂为英王 定都昭歌 赵王歇改封戴王 赵将张尔为常山王 定都湘国 当阳军秦部为九江王 定都六县 怀王的祝国贡敖为陵江王 定都江陵 藩军吴锐为横山王 定都朱县 燕将赃徒为燕王 定都济县 前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 韩广没有服从 赃徒就进攻韩广 在屋中将其杀死 封给陈安军 陈于河间的三个县为十亿 让他居住在南皮 封给梅宣十万户为十亿